这个冰雨货的种恶魔 好像每次都是你第一个 这么野 我今天要来讲这个 今天这一节叫做文化风险社会中的不适 风险社会的这个 Ruby Hagen 不舒服 怪怪的肚子感觉有点怪怪的 风险社会中 风险社会就是指的现代社会都是 risking risk society指的就是现代社会呢 它任何事情任何一个事情只要它发生 那这个这个整个社会就完蛋了 risk society 这个社会是处在各式各样的巨大的风险之中的 那就是说本身发生的几率很小 但是一旦发生就来不及了 比如说气候变短啊 比如说什么全球瘟疫啊 比如说什么金融海啸啊 risk society 那我们就是在这种社会当中他里面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好像一本书题目就文明社会文明当中的那个 文明当中的不是啊文明当中的不是 culture 文化当中不是吧文化社会当中不是吧 然后他说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既不是这样一种理论啊 他哀到那个传统的 传统社会里面那种稳定和传统智慧的解体 旧模式的一些解体 locating in them the cause of modern neuroses neuroses and comparing us to discover our roots in older article archa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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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dom and profound self knowledge 就是说精神分析不是这样一种怀旧式的理论 他并不把那个 现代神经症啊 现代焦虑 神经观能症和那个 把现代神经症的根源 说成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稳定秩序和这个智慧的一个 瓦解 他并不把现代神经症归咎于传统秩序的瓦解 然后 也也不强迫我们去发现啊 在旧有的古代智慧或者说那种深层的自我认知 也就那种荣格式的那种自我认知当中 去发现我们的根 就那个根 那个是留住我们的根啊 那个童安格的胳膊好像是 精神分析不是这种怀旧的玩意啊 他也不是 nor just another version of reflexive knowledge more the knowledge teaching us how to penetrate and master the innermost secrets of our psychic life 精神分析他也不是另外一种 就那种反思性的那种现代现代知识 就好像就是你对着一个镜子 然后可以可以跳跳跳跳跳 它是什么教导我们如何去 penetrate侵入 刺入如何去穿透 穿透并且掌握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内在的那些秘密 精神分析也不是这种东西 也不是一种什么心法 就是可以看破我的内心 看破我自己的内心 what psychoanalysis focuses on 那么精神分析它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it's proper object 它真正的对象 consists rather in the unaccept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distinguishing of traditional structures at a regulated libidinal life 精神分析真正关注的对象 恰恰是什么 恰恰是那些 unexpected consequence 那些就是不可预料的后果 什么东西的不可预料后果 就是传统的结构 传统的什么结构 传统用来规制 利比多生活的那些结构的结构 Libidinal life 其实就是爱欲这个维度 所以精神分析最重要的就是 研究Libidinal 利比多经济学 利比多 利比多的爱欲的那种 Libidinal life 就是这个传统的模式 它瓦解之后 传统模式就 简单来说就是 尔利福斯 就是这种 家长制 家长制里面的 师父 然后是那个什么 父亲的律令又建构起来的 这种 传统的这种结构 它Distingation 瓦解了之后 它就会出现 各式各样不可预料的结果 就是各种心理不正常 各种什么病理学 倒错 什么东西 Why does the decline of partner authority and fixed social and gender roles generate new anxieties 为什么这个父权 父亲 父性权威的这个衰退 和那个固定的社会 和性角色的这么一个衰退 它反而会产生更多的新的焦虑 按道理说 父权制 妈的瓦解了 应该大家都解放了 按道理说 这种固定的社会和性别角色 mole 大家应该都解放了才是 但是它反而带来了新的焦虑 instead of opening up a brave new world of individuals engaged in the creative care of the self and enjoying the perpetual process of shifting and reshipping their fluid multiple identities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没有敞开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勇敢新世界的 什么样的勇敢新世界 就是在其中个体参与到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 然后关怀自己 关怀自我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享受这种永恒的过程 什么样 什么样持续的过程 就是不停的在那边迁移 不停的重塑 他们自己像水一般的液态的那种多样性的那种认同 多样的自我认同 就是为什么 父权之的瓦解和固定的社会和性角色的瓦解 它的消退 没有让人们进入到一种非常创造性的那种新生活的美丽新世界呢 勇敢的进入到这个维度呢 What psychoanalysis can do is to focus on the Unbe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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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不适啊 In the risk society 就在这种风险社会里面 就是没有权威 跟你没有大哥跟你罩着了 这种风险社会当中的那种 不适 那种让人不痛快 怪怪的感觉 On the new anxieties generated by the risk society 关于这些被这个风险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焦虑 which cannot be simply dismissed as the result of the tension or gap between the subject sticking to the old no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这些东西啊不这些焦虑啊不能够简单被就是蔑视为是一个结果 一个一个张力或者是一个间隙的一个结果啊 他这个张力或者间隙是拿两者之间间隙下就是在主体sticking to the old notion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在主体坚持传统的旧的那种个体责任和认同的这么一个这么一集和比如说这个固定的性角色和那个家庭结构 另外一集是呢就是the new situation of fluid fluid这个shifting identities and choice 还另外一集就是新的新新状况下的时候主体是可以有一种像液体一样的 然后是一种变动不拘的一种认同和选择 就是在一个传统的和这个现在这种变动不拘的生活之间的那个 这么一个张力或者说这么一个沟壳 并不能够来解释这些被风险社会产生出来的这种新的焦虑 并不能够被简简单单就说成是这个东西啊 cannot be simply dismissed a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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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event of the 这个risk society的降临啊 它所影响的is not simply tradition or some other reliable symbolic frame of reference 它所影响的并不简简单单是所谓的传统或者是某种其他的可以被依赖的符号学的一个指称的一个框架啊 一个援引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就是一个参考系啊 参考坐标参考系 but symbolic institution itself in the much more fundamental sense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ymbolic order 啊这个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 它影响的是符号体系啊 符号秩序 符号这个institution加加大写的这个矮指的就是符号学的这么一个机制 甚至就是符号学机制本身啊 这个东西就是机构了 他呢 我们我觉得把它翻译成机制 就是他具有抽象性 他并不是举的具体的哪个机构啊 不是举比如说司法机构啊 或者说立法机构啊 或者说是什么教会啊 他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他指的是那个背景现在方学的那个机制啊 这个symbolic institution institution它本身它是在一个一个更基础的多的多的一个意义上 也就是说在一个符号学秩序的运行的功能的这么个意义上 他被这个risk society所影响了 被他所影响了 with the ad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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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这 advent 我可前面 这个两个原因都要中读 advent advent of the risk 这个风险社会的 它的来到达 the performative performative dimension of the symbolic trust and the commitment is potentially underwinded 这个符号学信任啊 符号性的这种信仰 符号性的这种 有相信符号系统了 和就是投身于这个符号 符号体系的这种现身精神 的它的那种performative dimension 那种树形性 就是它说出来就有用 就是国王就是国王 法律就是法律 它树形性 它说出来就有用 这个维度 它潜在的是被消解了 被瓦解了 potentially 它有被瓦解的倾向 the problem with 这个theorists of the risk society is such that they underestimated the radical character of this change 那些关于这个风险社会的理论家 他们所所有的 他们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低估了 这个这一变化的 那个极端的一个特点 这个变化的严重性 低估了这个变化的这种 极端性 with all their insistent on how in today's risk society reflexivity is universalized so that nature and tradition no longer exist in all their talk about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doing away with the naïve the certainties of the first wave of modernization they live intact 就是说这些理论家 他一天到晚都在 倒闭到啥呀 就是说 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坚持 强调 而说 在今天这个风险社会里面 这个反思性被普遍化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反思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反射性的把握了 就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对他挑三紧四 都可以怀疑他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对的 so that nature so that nature 那么结果就是自然和传统 不再存在了 在所有他们讨论 关于这个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 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所有的 这个nature tradition 就是这种古老的 值得被依赖的东西 都被一次启蒙 被破坏掉了之后 我们要通过二次启蒙 再设立一些 新的权威 比如说什么伦理共同体 伦理委员会 什么这种东西 什么国家 什么智库 这种文言 讨论 doing away 就是要离开那个天真的那种确定性 就是关于第一波现代化 第一波现代化里面的 所抱有的那种天真的那种 小宝宝式的那种确定 那种笃定 they live intact 第二次启蒙 应该指的就是 就是人类就是对于这个 所有东西都进行那种反射性的表 反射性的把握 反射性的把握 它使得就是人类就对于所有的权威 方性的权威 方性的建制 都没有办法去 都没有办法去 去那个 doing away with naive sensitives 就没有办法去对它 保持一种 信任 of the first wave of modernization they live intact the subject's fundamental mode of subjectivity 但是呢 这些这个风险社会的专家 研究风险社会专家 他们就 但是呢 他们根本没有去讨论这个主体的 基本的主体性的模式 因为这些人不学哲学嘛 the subject remains modern subject 哎 啊 然后 他们的主体还是那种现代主体 可以去 推理 可以去 自由的反思 可以去那个 decide on and select his or her set of norms 可以去决定啊 并且挑选他的自己的那 每个人可以挑选自己想要 服从的那一套规范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人用的这个主体性的模型啊 都是一个现代主体 就没有去对这个主体的最根本的 那个基本性的那个模式 主体性的模式进行反思 Here the arrow is the same as that of feminists who want to do away with the Oedipus这个complex 这些人犯的错误就和那个女性主义者犯的错误一样 女权主义者犯的错误一样 这些女权主义者呢 他想要去离开 do away with 想要去驱逐掉 什么这个俄利福斯情节 想要去背叛这个或者就推翻这个 俄利福斯情节了 但是 and so on 等等等等 and nevertheless expect the basic form of subjectivity 但是呢 他们所设想的那个基本的主体性的这个形式 确实被俄利福斯情节所产生出来的 was generated by the Oedipus这个complex the subject is free to reason and decide 这俄利福斯情节它产生的那个主体性 就是一种可以自由的去推理和做决定的那种等等等等 那种主体啊 这这样的一种主体性呢 他就survive intact 就是就没有被这个女性主义的运动所侵害的啊 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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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质疑到 就是活下来了 就相当于是就像狼人杀 我靠那个 那个 那个 对狼人杀 你就你那个 上井的那个家伙 就是这个俄利福斯情节产生出来主体性本身 上井那个家伙自己是个狼 我靠 然后刀掉一个 哎呀 投票投掉一个 我靠 但他自己就survive intact 自己也软世没有 然后还甚至就成为女性主义那个中心 女权主义者好多 他的这个主体性的模式 就是男性的主体性模式 In short, what if it is not postmodern persimists who come to their catastrophic conclusion? 简单来说 简而言之 万一那个不是这个后现代 It is not what if it is not postmodern persimists 不是那些后现代的悲观主义者 他们得出结论 就是得出他们那种就是灾难性的结论 就是 because they measure the new world with old standards because they measure the new world with old standards 就是 简单来说 这些后现代的悲观主义者们得出他们灾灾难性的那些结论 是因为他们 应该说不是因为他们用新的世界 用旧的标准来这个衡量新的世界 what if on the country it is a series of the risk society themselves who 而是那些 那些风险社会的那些理论家 他们自己 they unpromatically 他们不带有问题意识的去依赖一些事实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distinguishing of symbolic trust 在符号性的这种信信赖体系 瓦解的这么一个 呃 条件下 the reflexive subject 这种反思性的这种启蒙时代的所塑造出来的这种反思性的主体 他出过意料的in explain 我靠 无法理解的啊 in explain 我靠 in explicably 这种in explicably 我靠 这种反思性的这种启蒙性的这种主体啊 启蒙时代的这种主体 不知道怎么呢 那不可理解的他就活了下来 反而是在这些风险社会的一些理论家里面 这种传统的主体 主体模式 他活了下来 所以他导致这种悲观的结果 this this integration of the big others is a direct result of universalized reflexivity 大他者的这种解体 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里面的这种解体啊 是 呃 普遍的反思性的一个直接结果 universalized reflexivity 普遍反思性就是 就是现代小朋友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反思 啥都可以反思 你知道吗 就是吃个饭 也要想想 哎我这个 这个吃的对我好不好啊 什么的 然后出去玩 丢硬币到池子里都可以反思 哎呀这个硬币会不会对水质有什么什么影响呀 什么 我是不是不够环保啊 还有还有会反思 哎呀这个钱 货币应该到这个流通体系里面才有它的作用啊 我把它当成一个这种 哦 这种物神一样的道具 把它扔到池子里面 是不是就 违背了这个市场运行的一个基本机制啊 什么的 就啥都可以反思啊 哎打游戏的时候也是的 啊这个辅助不给我插眼 不给我买眼 不给我这个电刀 我是不是就要骂他两句啊 哎但是刚想骂 键盘里面刚敲出来脏话 哎呀我是不是在那个违背这个游戏公约啊 我是不是在影响这个社群的这个 这个交往环境啊 什么什么 普遍的这种reflexivity 就没有一个家伙可以保障他 因为他想哎我骂了是对他好我不骂呢 他又是我骂他好像反而是对他好反而可以让他进步 让他这个分数变高让他变厉害 我不骂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没有一个大他长做大他者做保证了 大他者就解体了 notions like trust all rely on a minimum of non-reflected acceptance of the symbolic institution 所有的这种啊类似于这个信任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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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 这种想法他全都依赖于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 非反思性的就是直接就是接受这个符号学这个符号学的那个符号性的秩序啊 符号性的机制就是说比如说你就是要不反思的去想想就是打游戏骂人就是错的 我不反思就去想打游戏骂人就错打游戏就不应该骂人你不能反思你一反思的话你就没办法相信这一点的你一反思就是我骂他可以让他以后打这个打辅助的时候形成条件反射40秒就呃35秒就走到野区那边去给我拉野他形成条件反射只有通过骂通过创伤性才行就是你你一定要无导接受一种什么是社群游戏公约你才你才能够trust你才能够相信 我不能骂他相信这些ultimately trust always involves a leap of faith 啊就是就是最终而言啊这个信任他总是信赖总是包含着一种信仰之乐leap of faith when i trust somebody 当我信信赖某人的时候让我相信某人是i trust him because i simply take him at his word 我相信他们相信他只是因为我仅仅是在字面上相信他的话就采信了他的话take him at his wordnot for rational reasons which tell me to trust 并不是出于某些合理的一些原因啊并不是某些推理性的那些原因我才rational reasons啊推理性的理由告诉我要去相信他而就是我就相信他这个才叫信任啊我他妈就是在字面上我就相信他 to say i trust you because i have decided upon rational reflections to trust you 如果说我相信你是因为我决定了通过这个一种推理性的一种反思啊啊我要相信你那这个里面involves the same paradox as the state 这个里面就包含着这个一种一种矛盾一种悖论啊就好像另外一种说法having weighed up the reason for and against 就是衡量了支持和反对你的这些理由i decided to obey my father 衡量了我把这个支持父亲还是反对父亲的这些理由衡量了一下我决定去遵循我的父亲呃我决定去服从我的父亲这个里面就包含一种矛盾呀 因为这个就不是真正的abay你知道吗这个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你已经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了你可以自己去衡量理由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是abay yourself你不是abay your father sympathetic of this distinguishing of fundamental trust 这种基本性的这种信任啊他的解体啊这种解体啊这种解体他所包含的这种啊他的病症学 sympathetic的他的症状啊is the recent rise of a u.s. christian revival group 啊就是啊就是啊 that quite adeq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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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itself the promise keepers 这种缺乏信任的这种信任解体的这种症状啊他的这种真后学吧这种真真状 他就是最近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复活组织revival christian revival 应该是一个美国的邪教 他近期兴起的原因啊这个组织他呃相当的程度上非常充分的 cause itself 把自己非常恰当的把自己叫做the promise keepers 就是就是就是 promise keeper keep my promise 就是遵循承诺就是遵循承诺就是遵循守诺者啊 遵守承诺promise keepers the clear is a desperate appear to man clear 应该是他们的那个恳求啊恳求 他们的请求是一个绝望的一个 绝望的一个寻求帮助 appear to 寻求人的帮助 寻求人类的帮助 to assume again the symbolic mandate of responsibility promise keeper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一个教会组织吧 他就是说的寻求就是他求求求求世人求求凡人们 大家要assume again 要再一次相信要承担你们的这个符号学的这个使命啊 和这个责任啊 of the burden of decision 去承担这个这个 决策下决定的这个一个责任呢 against the weak and hysterical female 这个男性啊 就请求男性我操所以他是一种原教者 然后他是反对那种 呃弱小的和那种歇斯底里的异症式的那种女性化的女性的那种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stress of contemporary life 没有办法去和现代生活的那种压力去应应付 应付不了现代生活的那种压力 就反对那种女性的歇斯底里女性的那种柔弱 the point to be made against this is not only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conservative pat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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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cription of sexual difference 呃在这...这里要提出来的这个关键点啊 这个东西的关键点 或者是要反对这个玩意的这个关键点 不在于仅仅是 呃 仅仅是就是说我们我们在这种 他只是一种we are dealing with 我们应付的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父权制的一种 把这个性差异啊再一次给他强调 再一次把他鸣克进去 再一次鸣克到社会这个符号学机体里面去 就是说啊这个promise keepers 就是说他就说我们像要像男人一样要再次承担起伦理的责任 再次相信我们要再一次相信 我们要再一次这个承担起责任 然后我们不能像女人那样弱小歇斯底里 然后我们批判他的话不能仅仅把它批判 成是一种就是他再再次强调性差异 再次把强调一种父权制下的那种性差异啊 然后比如说weak hysterical women versus men whose words should again become their bond 就是把这个落小的歇斯底里的女性和这个男人对立起来 这个男人是呢他们的这个话语word言词 可以再一次成为他们的这个纽带bond 可以再一次成为他们的这个和社会共同体 或者和那个神圣的那个维度的 他们的约束啊他们的信条这个东西 他们的羁绊 我靠有点这个玩意有点那个什么火影忍者那个细细的那个味道 but火影忍者里面就是人物一挫一落就变成weak hysterical 然后就再再次就变成变态就要搞什么无限阅读把人都都催眠 我靠然后那个男主人公永远是什么他的话就是变成羁绊了 but that is the way in which this very explicit emphasis on promises to be kept is already part of hysterical economy 就是说你要批判他这个wire 这个promise keepers 你要直接发现啊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的那种隐秘的explicit应该是他的那种明显的强调这个承诺的重要性啊 明显强调许诺的重要性 他本身啊明显强调我们要这个就是说就是信守诺言keep the promise 的这种做重要性他已经是某种歇斯底底的经济学了 就是他他妈的他的机制本身就是歇斯底的这种这个这个us christian revival group 就是复兴复兴组织应该叫复兴组织就是要复兴基督教精神了 这个玩意他自己就是他所批评的那个女性歇斯底底他自己就已经在虚了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是歇斯底的人你为什么要说我们一定要信守诺言这个时候已经虚了你已经知道诺言这个东西是可以不被信守的 是有很多人是虚了是伪了所以你就偏要我靠强调就拼了命再强调我们要信守诺言这个时候你已经害怕了 trust which has to be reasserted in this public ritualized way 像这样一种不得不再不得不以一种公共的一种 ritualized 仪式化的一种方式去反复强调的一种信任 他本身as the world 本身就已经消极了他的这个credentials 就本身就已经在瓦解他自己的那种可信度啊 他的凭证啊 its own credentials the inability of risk society theory to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global reflexivization into account its clearly discernible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family 这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他没有能力怎么样 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全这个到处都在的这种反思性反思化 就是全球性的这种反思化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一个特点 就是妈的所有人在所有东西上都能反思 就这个东西比如说就是你买个东西买你可以买一万天你觉得A又好A又不好 买另外的东西觉得A又好A又不好 然后那个权威也是没用的你跑到知乎上去看测评 我看了半天发现下面跟他说哎这个是小号这是骗人的这是广告 然后又又跑到那个什么小红书上看测评 就是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权威啊 你只能不停的去reflexivization就所有的东西全局的所有东西包括整个世界啊 就是各国各个国家的现代现代人他们这种普遍的这种反思化的结果 他是没有办法被这个风险社会理论给给这个给考虑到的啊 into account给解释的 is clearly discernible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family 那么最明显的可以发现他的这种无能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说这种风险社会理论呢 他在他是如何处理这个如何对待看待这个家庭的 this theory is right to emphasize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was the last last bastion of legal slavery in our western society bastion 应该是堡垒啊 这个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的这种风险社会理论呢 他他很正当的强调了is right to emphasize 他他强调就是说在家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啊 在那个传统家庭当中的那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他是我们西方社会当中的合法的奴隶制的最后的堡垒 当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对的 没错其实这个承认我靠是这样的 传统家庭社会里面确实他是什么啊 传统那种家庭里面的那种父母跟小孩是合法 合法奴隶之间对你叫他去干干活 去把狗喂喂去把草坪搞一搞 他都得这样干的 而且他们这小奴隶都非常听爹妈的话 啊啊拉 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啊 stratum stratum a large stratum of society miners were denied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and autonomy 呃miners应该是未成年人啊 就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一大阶层 未成年人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传统的家庭模式里面啊 他是不被承认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负责任能力的责任能力和这个自主性的啊 autonomy and the retained in a slave status with regard to their parents 然后就是获得了retained 就是被保持啊 保持在一个奴隶状态啊 相对于他们的父母的话 将相对于他们的监护人的话 这些小朋友啊 miners是一个奴隶状态 这些家长他控制了他们的生命啊 生活 and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s 而且要对他们的行动负责 比如这个小朋友去是吧 的什么 我知道前几天基金跌了 然后就是有群群里面就有群友 说的我前几天是我家小孩玩手机 什么误操作就买了买了几万块钱基金 我现在可不可以退回来 就是这个就是要他们的家长为 这些孩子的行为啊负责 所以那个基金经理可以说我不退 不可能的 你要为你小孩的行为负责啊 wit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而伴随着这种反反思性的这种现代化呢 children themselves are treated as responsible subjects with freedom of choice 小朋友自己就被当成是可以负责任的这个主体 然后他们就具有选择的自由 in divorce procedure 比如在离婚程序里面啊 就父母要离婚了 就小朋友就可以选择啊 要影响那个结果就是说那他最后继续要跟他父母当中哪一方生活下去 they can start a court procedure 他们可以开始一个法庭程序 against their parents 反对他们的父母 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呃 人权会被这个侵犯啊 等等等等 简而言之啊 这个监护权不再是一个或者就父母性 父母 作为父母 什么是父母 就是监护权吧 我们现在就 parent hold hold is no longer a natural substantial notion 它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性的一种 就是 就是没条件的自然生长出来的 natural substantial 实在的一种观念啊 but becomes in a way politicized 而变成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种政治化的一个 监护权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东西 it turns into another domain of reflexive choice 它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反思性的做选择的一个维度 however it's not the averse of this reflexiviz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in which the family loses its character of immediate substantial entity whose members are not autonormous subjects 他就说了 但是呢 这样一种啊 这样一种颠倒 就是说传统的社会变成了一种 反思反思化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变成一种反反思性的 啊 这这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obverse 这样一种 对立啊 这样一种改变 这样一种转变 啊 在这种转变当中 这个家庭就失去了 他的那种直接的实体化的 那个 那个 实体的那个 那个那个特性啊 他就家庭不再是一个 直接的实体化的一个实体 我靠 这个是中文翻译的 直接的substantial 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 一个一个实体啊 一个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单元 他不再是一个实实在的一个东西了 whose members are not 啊 在以前的这种家庭里面啊 他这个实实在的那种 就直接存在的那种 前反思的那种家庭里面 他的成员呢 他并不是那种 自主性的这个主体 但是呢 现在这种家庭啊 他现在已经失去了 这个 这一性质了 the progressive of familiarization of public professional life itself 就是这个时候 这种进步主义的 progressive 就是改革论的 就是社会一定要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家庭 失去了他的那种 直接的实体化的那个 那个维度 然后 他是一种家庭那种反思性化嘛 就是变得更具有反思性了 就小朋友也可以去反思 他的家庭关系了 也可以反思他的家庭里面的地位了 整个家庭 他已经可以是被一个 被反思的一个对象了 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实体化的对象了 这个过程 他的反面 恰恰就是 这个社会本身 就是这个 社会 这个职业生活本身 就是你在单位里面的那种生活 公共的职业生活本身 他变得那么具有人情味了 就是 就是你 你你到了学校里面 我们是个大家庭 或者说你到了那个 单位里面 公司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个大家庭 也就是这个 familiarization 这个社会 公共的这种职业生活本身 反而变得具有这种人情味 反而变得具有这种家庭归属感了 这个就是 家庭本身被侵蚀 家庭本身的那种 直接的那种 实体性 它被侵蚀了之后 它就 它会产生一个对立面 它就或者是一个补偿面嘛 就是说这个 你的公共职业生活本身 反而变成逐渐的家庭化了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function as an antidote 本来应该是 就是本来应该用于去矫正家庭的 作为一个antidote 这个东西是 就是那个解读剂啊 你们玩过游戏里 你打过英文游戏里面 就是那个中毒状态 不停调取的时候 就要喝这个antidote 怎么念啊 是 是antidote 是对的 本来应该是用来去 给给这个家庭那种 粘腻的那种 未反思的那种 或者负权制的那些 潜反思的那种东西 做解读剂的那种 那些机构 institution was supposed to function as an antidote to the family 开始去function as这个serogate 变成一个代理家庭 社区变成家庭的 你们的机关单位变家庭了 或者你的学校 就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庭了 就你在家庭中 感受不到温暖的 反而到了这些里面 allowing us somehow to prolong our family dependence and our immaturity 我们可以反而 可以在这些机构里面 去感受到这个 去延长我们的这个 家庭的依赖和这个 不成熟的状态 schools even universities 学校甚至是大学 increasingly assumes therapeutic 这个怎么念 therapeutic 甚至学校甚至大学 越来越多的去 承担一种 治疗性的一个功能 corporations provide new family home 这个公司 企业 它也提供一个新的 家庭的家园 and some等等 the standard situation which after the period of education independency 那么以前的那种 标准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在教育之后 和你独立之后 你的经济独立之后 就是你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之后 I am allowed to enter the adult universe of maturity and responsibility 我本来就是说在 骂的我接受完教育 然后开始工作 养活自己之后 我就可以 我就被允许 就进入成年人的生活 就可以干 啊 我可以 做成年人了 我靠 我可以 什么各种出去 什么 摇一摇 什么这种东西 我成年人了 我可以进入成年人的宇宙 off 这个 maturity 就是成熟性和这个 承担责任了 怎么样 反正我就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我自己生活了 那么现在他被double turned around 他现在被加倍的翻转过来 被转过来的 是这样的啊 这是怎么翻转呢 作为一个小孩 I am already recognized as a mature responsible being 我反过来变成 我是小孩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一个 可以负责任 承担责任的一个成熟的个体 比如说 父母离婚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小孩 因为我就有反思性嘛 就是 现在风险社会 他就是觉得这个整个人类已经 已经反思性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所有人都可以有反思性 包括小朋友也有反思性了 所以作为一个 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已经被承认 我是一个成熟的 能够负责任的一个存在了 那同时 但是呢 所以他叫做一个 加倍的一个翻转 就是那种正常状态 被加倍的翻转了 但是呢 同时呢 我的童年 is prolonged 这个indefended 就是我的童年本身 被不定期的延长了 就是被无止境的延长了 That is I am never ready compared to grow up 我永远不会被强迫怎么样 去长大 Since all the institutions 因为所有的这些机构 外面比如说大学呀 这个 这个 还有是 工作的单位呀 等等 所有这些机构 which follow the family function 他们都 as这个 就是什么 他们都 follow the family function 就是都在延续的一种 那个家庭的功能 就好像是一种 人造的家庭 所有这些机构 都变成一种人造的家庭 providing caring surroundings for my narcissistic 这个indiverse 都为我的 这个自恋式的这种 这种沉浸 自恋式的这种 indiverse 我的那种 就是自我迷恋的那种努力 那种那种 就是 投身于其中的那种热忱 都在提供一种 关怀的一个环境 提供一种 都在照顾我 照看我的一个环境 in order to grasp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hift one would have to return to Hegel's 这个triod of family 你要把握 所有上述变迁的 上述 所有这种 转变的 它的后果 一个人就 应当去 回到 Hegel的这种 家庭的这个 三元祖 家庭的这个 三段论 triod 三段论 就是这个 家庭 世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fre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 who enjoy their reflexive 这个freedom 就是在世民社会里面 它确实就是说 这些个体 它就是享用 享受他们的 这种反思性的自由 就是我 所有东西 我都可以 用我的理性 进行反思挑选 比如说 哎呀 哎呀 我今天又冷 我开空调 我是不是要把 这个干燥 这么辅热 开下来 它可以让身温 靠一点 但是它会浪费能源 然后这种 无止盈的这种反思 这种自由 它就是在这个 世民社会里面会有的 free interaction 然后自由的一些交往 自由的反思 然后第三个东西 就是三元祖 第三个东西 就是state 就是国家 国家 政权 国家 就是黑格尔三元祖 家庭 前反思的 还有这个 civil society 这个反思性的 世民社会 以及这个state state 你可以把理解成 超反思的 超越反思 就是它停止你的反思性 你妈的别给我反思了 我操我要干事情 黑格尔的这个建构啊 它建构的这个三元祖 它是基于这个区分 在什么 在家庭的私人领域 和这个 世民社会的 这个公共领域的 这么一个区分 a distinction which is venishing today 这种区分在今天 是越来越少见了 越来越在消失了 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 截然的二分的 in so far as family life it still become politicized politicized 而因为这个 家庭生活本身 变得政治化 变得具有反思性了 is turning into part of the public domain 变成了这个 公共社会的一部分 因为之前家庭 是完全属于这个 private the sphere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这个家庭越来越变成 这个公共社会 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professional life becomes familialized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公共的 这种职业化的 这种生活 professional 专业生活 professed的话 就是这个词的 其实professed就是 信奉 公开宣告 信奉 professional 所以他叫 就是你 比如说我做医生 我要公开宣告 信奉 这个什么 医学共同体的伦理 就professional life becomes familialized 变得具有这种 人情味 变得家庭化了 that is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it as members of large family 主体参与 其中就如同 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not as responsible mature individuals 而不是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 成熟的个体 so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a patriarchal 这个 patriarchal authority 在这里的问题 就不是 父权 父性权威 和那种解放性的 这个斗争 就和 想要推翻 父性权威 那种解放性的斗争 之间的对立 这里的问题 就不是这两者对立了 as most famous continues to claim 而这个 大部分的女权主义者 妈的还在玩 还在宣称 现在的斗争 就是要解放性的 从这个 父性权威里面 解放出来 要斗争 现在的问题 不是这个了 现在问题 已经反过来了 什么 现在问题是 这个 the problem rather is the new forms of dependency that arise from the very declined patriarchal symbolic authority 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么一种 新形式的依赖 上述 上面所说的 那种新的形式的依赖 它是从 这个父性 父性权威 符号学秩序的 本身的瓦解当中 产生出来 这种新形式的依赖 就是你永远是 长不大的孩子 你别说父性权威了 妈一辈做小孩 整个社会都在 就人情味 人情化 变成家庭化了 It was 这个是马克思 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 也是个 也是个法兰克福学派 in his study on authority and family in the 1930s 霍克海默 在他研究 这个权威和家庭的 这1930 1930年 19世纪 20世纪 30年代 权威和家庭的研究当中 who drew attention to the ambiguous consequences of the gradual distinguation of partner authority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他意识到注意到的 那个 呃 富性权威逐渐瓦解 呃 在这个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呃 所带来的那些 模糊的后果 啊 far from being simply the animentary seal and generator of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ies 啊 他的后果 他的后果远不是 简简单单就是产生了什么呀 产生了那种基本的 呃 细胞式的和那种 自己 自己能够产生权威的 细胞式的 elementary 基本的细胞和generator 呃 自己像发电机一样的产生权威的那种 个性啊 远不是产生这样的个性 就是富性权威瓦解了之后 并没有产生那种 你叫 elementary seal and generator 啊 就是权威性的人格的那 那些 就是小的细胞和那个什么 呃 generator the modern nuclear family 就是哦 我的意思我知道了 我烤死了 这是个同位语啊 就是 就是 就是现代的原子家庭 他没有能够成为 呃 权威 权威主义的人格的 他的那个基本细胞和他的那个 就是生产者 啊 他没有办法成为这种东西 这个现代的原子化家庭 was simultaneously the structures 哦 不是 他就不仅仅是这个 不仅仅是 他们同时也是这个 这样的一种结构 他产生的这 autonomous critical subject 他产生了一种自主的 加引号的 所谓的自主的 呃 这个 批判性的主体 啊 这些批判性的主体 能够去面对 the predominant 主导性的社会秩序 on account of his 就是 能够去 运用他自己的 这个 关于他自己的 这个 伦理的信条 来面对这个 主导的这个 社会秩序 so that's the immediate result of this integration of partner authority 所以 父性权威的 瓦解的 直接的导致的后果 is also the rise of 导致的后果 也是这个 the rise of what social logists calls conformist 就是一种 顺从主义的 他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产生的一种 新奇的一种 顺从主义的 所谓的 他者主导的 other oriented personality 就是 完全是 随大流 随他人的那种 随便 哎 你要吃什么 随便 好了 这个雪糕叫随便 你拿着一块五毛钱 现在涨价了吧 可能两块五毛钱 这对 with the shift towards the necessistic personality this process is even stronger and has entered a new face 今天就是 除了朝向 朝向这样一种 自恋式的人格 就是变迁的朝向 就伴随着这样一种朝向 自恋式人格的这种一种变迁 就是this 这个过程 这种产生这种 所谓的他人主导的人格的 这个过程就更加 强烈了 this process even stronger and has entered a new face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这种自恋式的人格 他已经不再是那种什么的 就是 确实 就是他会变成 他会变成一种 conformist 就是 就随波逐流的那种 顺从主义式的那种状态 没守成规的一种状态 反而更多了 就父亲权而瓦解之后 这些人就长不大了 我靠 with regard to the postmodern constellation 就是我们如果考虑 那个后现在的那群 黑化体系啊 constellation就是黑化体系 就星座 星座 星群 一系列相关的 想法事物 就是一系列相关的想法事物 就是 后现在的那个黑化体系 or to what the theorists of the risk society call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cond modern modernity and or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或者就是说被 那些社会风险社会的理论家 称作那种 称作就是说一种反思性的 现代性的一个 反思性的现代化 反思性的现代化是以什么为特征呢 它是以这个第二次现代性 the second 第二个第二种现代性为特征的 第二种现代性 其实就是那个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就是第二次启蒙为特征的 就是过过于反思性 什么东西都给它反思掉 perhaps there over insistence emphasizes on how they are opposed to postmodernism is to be read as a disorder of their unacknowledged pro proximity to it 就是这些风险社会的理论家 他们过于坚持的去强调他们 他们反对这个后现代主义 恰恰可以被解读为 他们只不过是在否认 在抵赖 他们未宣称的 未明言的 其实是和后现代那种姿态是很接近的 这种 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的理论家 其实他们自己是后现代的 马德在伪装 in which patriarchy patriarchy is fatally on the mind 这个父权制 它是已经被很致命的就被瓦解了 so that the subject experiences himself as freed from any tradition constraints 所以结果它就是说这些主体 他们体验到自己 把自己体验为是一个 已经从任何一种传统的这种 规矩下 传统的约束之下 已经是解脱出来了 lacking any internalized symbolic prohibition 这些人呢 他是缺乏任何内在的符号性的禁令 叫他吃大便都行 叫他什么 什么 就是凌虐小动物 他也行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内在的静置了 这些啥都可以干 bent on experimenting with his life 就是不停的 就是跪拜在什么东西下面呢 就是这些后现代人 就是bent on 跪在屈服于 他要不停的就是要 像试错法一样的去 尝试自己的生活 把他不停的做实验 and on pursuing his life project 不停的在追寻他的自己生命计划 等等等等 we have therefore to raise a momentous question of this 我们因此可以提出一个 重大的 moment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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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mentous question of the diserval diserval 这个passionate attachment which supports the new reflexive 我们要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他们所抵赖的 否认的这种 充满激情的这种 迷恋 这种固恋 which supports the new reflexive freedom of the subject deliver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nature 那么就是反过来 就是说 and or tradition 就是说什么东西 这种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所 他们这些后现代的这些人啊 这些小朋友啊 他所否认的 自己不承认自己有一种 其实是让他很激情澎湃的去迷恋 痴迷的那个东西是啥 这是有这么一种 让他passionate attached的 的那种东西啊 他支持了这种新形式的这种反思性的自由 就是主体可以从这个 这个nature自然或者传统的那个 呃 约束之下解脱出来的 是什么东西在支撑呢 是什么一种内在的这种激情啊 啊这种迷恋在支撑呢 what if the distingration of the public patriarchal symbolic authority is paid for by an even stronger diservable the passionate attachment to subjection 就是说一般而言这个负性权威 我们都认为他是啊 他是他是有一种passionate attachments的就是比如说就是菲勒斯啊 就是或者负性权威本身 他是有一种啊激情就是非常热烈的 非常强烈的一种固链attachments的 固着在这上面啊 一般认为负性人就比如说 啊我要我要为了这个至高的理想现身 我要为他至高的理想现身什么的 就是passionate attachment 但是就是万一呢 这种负性权威本身的解体本身 他是被补偿了 被什么东西补偿了 他是被或者说counterbalanced的 或者是被他那个恢复 恢复平衡 被一种even stronger 被一种甚至比这个负性权威当中 所包含的那种固链更强的 但是呢他是被否认的 被后现代小朋友 他否认的disabled passionate attachment 这种passionate attachment 他是会导致什么 subjection 是使得你屈服 屈从 屈从于内心的不确定性 不不就是就是飘移 动荡不拘的那种 那种passionate attachment 万一是这样一种固链的 你固链于就是屈从 as among other phenomena 比如说在其他很多现象里面 the growth of saddle muscle lesbian cobble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omen forced the strict and severely enacted enacted the master slave matrix seemed to indicate 就是说在后现代那种 我妈的就是负性权威瓦解的 那个那种状况之下 对于对于屈服 对于服从 对于奴性 对于subjection的这个 这种固链啊 反而是更强烈了 比如说我的 就是齐斯克这个人也蛮黄的 他举了个例子 在与日俱增的这个lesbian 女同性恋的那种啊 这种施虐受虐 sm群体里面 这个两个女性的这种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omen forced the strict and severely 就follows就是变得 就是遵循了一个非常严格的 然后是非常这个严肃的 非常严重的 就扮演出来的一种 这个主人和奴才的这么一种关系 主奴关系 反正反而更强烈了 我靠 你不是推翻负性权威 那你还给我搞什么铁替什么的 这些玩意铁替什么 俨然一装就装个像个爹一样的 神经病一样的 我给你两个大嘴巴 就是那你为什么还要玩玩这一套呢 对不对 你已经推翻负性权威了 但是为什么你们自己要follows the strict and severely enacted master slave matrix 你们为什么还要玩这套 说明这个东西里面是有爱欲的 是有固着的 你知道吗 你推翻了前面的那个负权制的那个爱欲 实际上不是说你真的要反对权威 反对臣服 而是你妈的你要取而代之 你自己要去尝试一下那种感觉 他就是激活了一个 激活了一种master slave的这个一个矩阵 matrix seems to indicate 看上去是可以暗示出他的这个答案的 the one who gives the order is the top 下命令的那个这个lesbian的里面的 这个女童心的里面下命令的那个 他就是性上位的top the one who obeys is the B 就是下性下位就是那个B and in order to become the top 你要变成个T呢 one has to go through an Andrews 他必须经历一个异常兼具努力的一种一个过程 of一个学徒的过程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过这种生活 你可以去问问你们的那个铁T朋友们 他们是要这样的 就是这个玩意比负权制还要负权制 你妈的你好意思说你是女权主义 我他妈罪了 我靠 while it is wrong to read this top bottom majority as a sign of direct identification with a male aggressor 尽管尽管这是错的 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这个T和B的这个二元性啊 这个女童里面的这个top上位和下位的这个二元性 理解成是一种直接的认同男性的那个aggressor 侵犯者 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把他就是理解为这个做T了 他就是认同就是哦 我是一个我认同男性的侵犯者 我我其实在在继续一种父权制的姿态 在在在侵犯 it is no less wrong 但是呢 to perceive it as a paradigm paradic limitation of 但是呢 你去把它设想成一种滑稽可笑的模仿父性关系 也就模仿这种domination 控制 就是这个性上位控制性下位的这种父权关系 在lesbian 在TB二元的这种lesbian当中 你可以当然你 没问题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可笑的一种模仿 we are dealing rather with the genuine 这个genuine paradox of the free chosen master's theme form of co-assistance which provides a deep libidum 就我们在呃 我们在这里所遭遇的所遇到的 实际上是一个 真正的坦率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悖论啊 一个悖论 这个自相矛盾本就是一个自由的被选择的 一个就是被女性共同体 女性女权共同体 他自由的选择了 我 我女人我也分两种 一个是T 一个是B 我也分两种女人 T就是那些按照父权制的 做master的 然后B就是做slave的 这种模式of co-existence 这种两种女性共存的这种模式 他就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一种 爱欲上的满足 哦 所以你们女权主义者也知道这个这个模式是可以提供这个Libidum of satisfaction 你们也知道啊 就是说 但是是他们就只要我是自由选择的 我就是对的 那你们自己不是也自己一下子变成两种性别了吗 就就变成男女 两性无限可分了 那你进一步那些B里面那些人也可以进一步划分 那性下位的进一步划分 然后再进一步划分 再进一步划分 那你妈的你反个毛呀 你没有反男权 等于说 Sus the standard situation is reversed 那么这种标准的情况就被就被翻转了 We no longer have the public order of hierarchy 我们不再具有一个公共的一个等级秩序啊 等级制的一个公共秩序 Repression and severe regulation 我们不再具有这个压迫和那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规训 就是非常severe 非常严苛的一种极为恶劣的规训 subverted by secret acts 然后这种非常严苛的这些规训 和这个公共的等级秩序 它被这个秘密的行动 就是解放性的那种违禁 解放性的违背 解放性的就跨越禁区 解放性的transgression所颠覆 As when we laugh at our pompous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个在 在那个那个我们那种 就是喜欢吹牛逼 就是华尔布什的pompous的那些主人 背后 在他的背后私下里笑他的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不再具有这种情况了啊 就是我们不再具有情况了 就是这 这其中描述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了 就是严格的规训和偷偷的去颠覆他 偷偷的去违背他的那种 解放性的那种小的姿态 这两者这个拼合到一块 整幅图画就没了 on the country 相反 we have public social relations among free and equal individuals 相反我们 我们在这个自由和这个和平等的这个个体之间 我们获得了一种公共的社会关系 我们就有一种 大家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体了 我们有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了 where the passionate attachment to some extreme form of strictly regulated domination and submission becomes the secret transgression source of libidinal satisfaction 我们就是反过来了 就是说 现在大的秩序是 大家都是自由的 大家都是开放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在私下里面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极端形式 极端的被规训的那种控制 就是比如说那个铁蹄和他的那个女伴 主仆主奴那种游戏 我们反而是需要这种极端的控制和臣服的这种模式 来作为一个秘密的一种 一种就是违禁的违背 违背那个表面政治正确的 违背那个公共体系 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自由的 违背他来获得什么 作为一种秘密的违背 来获得这个 爱遇上的利比多商的满足 就完全反过来了 就是你反过来了 就完全就反过来 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是公开 公共秩序里面是充满了规训 充满了这个禁令 然后我们偷偷私下里面去 去颠覆他 我们偷偷私下里面去违背他 然后获得快感 现在反过来 现在变成公开的公共的场域里面 是大家都是平等都是自由的 但是这是乏味的平等 乏味的自由 非常压抑的平等压抑的自由 然后在私密的情境之下 也就连接出各种主奴的 各种这个私人的那种 极端的那种控制和臣服 然后通过这种游戏 类似角色扮演的游戏 但是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变成了什么 来满足他们的这个 利比多的 来获得这个利比多的满足 Obscene supplement to the public spher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那就是一种 淫荡的补充 补充这个公共领域 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个公共领域 the regidly quadified a bastard slave relationship turned up as the very form of inherent transgression of subjects living in a society in which all forms of life are experienced as a matter of free choice as a lifestyle 就是 这个 这个怎么来 这僵硬的 quadified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 这种最僵硬的 僵死的被编制的 这种主奴的关系 它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 内在的 内在的一种 一种违禁 以前是这个玩意 是在明面上的 现在这个东西变成内在的 反而变成一种反叛的 一种 违背 这个 社会秩序的一种模式 of subject subjects living 就是变成主体之间的 那种内在的 违禁的模式的 这些主体 它是活在一个 社会之中 这样的社会里面 就是 所有形式的生活 都会被体验成 是一种自由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自由选择 这种自由社会 反而会让人 守不亮 不过于自由 And this paradoxical reversal is the proper topic of psychoanalysis 这样一种 自相矛盾的 这种翻转 矛盾性的这种翻转 就是 精神分析的主题 The proper topic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deals Not with the severe authoritarian 这个father who forbids you to enjoy 精神分析所处理的 并不是那个 那个严苛的 那个 呃 权威主义的父亲啊 他禁止你去享乐 精神分析 他处理的问题 是 the obscene father 是那个 淫荡的父亲 淫荡的父亲 他enjoys you to enjoy 他让你和他一块儿去享受 来来来来 我们一块来说 And thus renders you important to frigid much more effectively 哦 他就是 从而让你变得无能 甚至 呃 更有效地让你变得 更 变得冷漠 变得无能 Frigid 就是性冷淡啊 要你吗 啊 就是这个才是 这个淫荡的父亲啊 他就是enjoys you to 这个来来来一起来爽 一起来玩 他命令你啊 你就会命令你去享乐 The unconscious is not secret resistant against the law 无意识本身 并不是抵抗 法律的那个 秘密抵抗啊 无意识并不是对于这个 这个律令的 super ego的 律令的一个秘密抵抗 其实这个要说 这个惊人的一个命题 就是无意识 他自己 The unconsciousness is the prohibitive law itself 无意识 本身就是那个 静置性的法律 律法本身 无意识 自己就是静置性的律法本身 无意识 自己就是静置性的律法本身 你把这个静置性的律法 给它消掉了之后 妈的他 就是你维持一个表面的 各种平等自由的 这个状况之后 你会发现 妈的无意识 这个时候只能 就是transgression 只能by law本身了 by这个 law本身了 So the answer of psychoanalysis is to the risk society topos of the global reflectual civilization of our lives 所以 精神分析 在面对风险社会 所谓的全球 我们生活的 全局化的那种反思化 反思 反射性化 这个东西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精神分析 给这种图谱 给这种主题 给这一主题 给出的答案 这个问题 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is not that there is notherless some reflective substance cold the unconscious which resists reflective mediation 精神分析 给出的答案 并不是 有一个什么 有一种 所谓的 前反思的实体 也就是所谓的 无意识 它可以防止 它可以拒绝 被反思 精神分析 给出的答案 不是这个 精神分析 并不是告诉你 有一个他妈的 哦 你要抵抗反思性的 现代化啊 哦 那你 那你就 来我们精神分析 我们精神分析 会告诉你 有一种他妈的 无意识 它是前反思的 它是不会被现代化的 这个不是精神分析的答案 精神分析的答案 不是这个 the answer is to emphasize another mode of reflexivity 精神分析的答案 就是告诉你 或者说强调 另外一种 反思性的模式 another mode of reflexivity that is neglected by the theorists of the risk society 就这样一种 另外一种反思性的模式 它是被 风险社会那些 蛇皮理论家 所忽视的 the reflexivity at the very core of the froidian subject 这种反思性 它是在 弗洛伊德式的主体 那边的核心 在弗洛伊德式的主体 的核心之中的 this reflexivity spoise the game of the postmodern subjects for it to choose and receive his identity 这种反思性呢 他妈的 它会让这个 后现代蛇皮主体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不停地去 重塑自己 一致性的那个游戏 变得无聊 spoise the game 毁掉这个游戏 妈的 后现代游戏别玩了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re are numerous variations on this reflexivity in psychoanalysis 我们已经 这本书啊 前面已经讲过好多了 我们已经知道啊 有无数种变体啊 关于这个 关于经济分析中的 这种反 反射性 或者反思性 它有 无数种的一种 不同的呃 不同的呈现方式 它有无数种的变体 in hysteria 在歇斯底里面 the impossibility of sexifying desire is reflexively inverted into the desire for non-satisfaction 就是说 在歇斯底里面 举个例子啊 不可能 满足欲望 就是满足欲望的那种 不可能性 本身 它就被反射性的 转换成了一种 对于不可能性 本身的欲望 对于不可满足 本身的欲望 在歇斯底里面 就是 你把一种无能 转换成了一种 转换成一种 积极主动的姿态 无能就说 我没办法满足我的欲望 那就变成 我偏要把不满足欲望 当成我的欲望 去追求 the desire to maintain desire itself unsatisfied 就有这么一种欲望 想要去维持 欲望本身 不被满足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 就有那种变态 就是美女搞了 弄了几十个美女 在房间里面 她就是 我就是不要满足 这种人有啊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甘地 甘地同志 就是这样的 她是禁欲主义者 她就为了 为了 为了满足 她的欲望 不被满足 她就是 和这些罗女 睡在一起 但是就 拼了命的 克制自己的欲望 这个 这个活动 本身让她爽 this 这种有点 狩虐狂式的 这种 reflexive turn 这种反 反射性的 这种翻转 masochistic 这种 masochistic reflexive turn through which the repressive regulatory procedures themselves are libidinally invested 通过这种 这种 狩虐狂式的 这种 反射性的 这种翻转 那个 压抑性的 压抑人的 那种 规训的过程 它本身 regulatory procedure 他们自己 这些 本来是 用来压抑你的 用来规训你的 这些过程 他自己 就被 利比多 就被投资了 利比多 就本来 本身就爽了 你就爱欲 就被投射进去了 Libidinally invested 你就灌注了 爱欲在里面 and the function as the source of libidinal satisfaction 这些活动 本身就变成 一种 利比多 就是 就是 渴 我好渴 我好饥渴 这个饥渴 本身被拿来 当成一种 让你爽 让你满足 的 function as a source of libidinal satisfaction 就是 作为一个 利比多 满足的源泉 起到它的作用 provided the key on to how power mechanism sfunction 它就 这个机制 就告诉你 就是说 权力机制 运行的 那个 关键就在于什么 权力机制运行的关键就在于 regulatory power mechanism remain operative 这种 规训性的这种权力 规制性的这种权力 机制 它要保持 起作用 当且 紧当 他们 偷偷的 维系了 他们偷偷的被某种 他自己拼了命 想要去压抑的那个维度 的那个 element 那个要素 所维系的 就是说 那种压抑性的那种权力体制 他其实自己 要有 要起作用 就是 他的那些一线执行者 在 在操作这些 压制过程中 他自己也爽 他自己也爽 就是他想压制的东西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他自己的这个 repressive 压抑性的这种活动本身 他想压抑那些过剩的快感嘛 但是他的压抑活动本身 就产生了快感 然后是这种快感 使得他变得有效 使得他 使得 使得那些被压抑的人 诶 我们是同道中人啊 原来咱们是同道中人啊 了解吗 在这个意义上 大家有了公约数 那些被压抑的人 就有了公约数 Perhaps the ultimate example of the universalized reflexivity of our lives 或许 那个最终极的这个普遍化的反思性 这种反思性 我们生活的这种反思性啊 的最终极的例子是 And thereby of the retreat of the big others the loss of symbolic efficiency 就是 不仅仅是这种普遍化的反思性 以及那个 大他者的退却 以及这个符号性 符号学的那种效力的一个丧失 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最终极的例子 Is a phenomenon known to most psychoanalysis throwing inefficiency 就是精神分析的解释效率 它越来越在下降 传统的那一套 不顶用了啊 Traditional psychoanalysis still relied on a substantial notion of the unconscious of the unconscious as a non-reflected dark content 就在传统精神分析里面 它依然依靠一个实体化的一种理解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无意识给理解成一个 非反思性的 黑暗大陆兮兮的一个 一个实体化的一个东西 the 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不可侵入的 in penetrable 不可 没有办法 透视 没有办法看穿的一个 dissenter的 一个非中心化的一个实体 dissenter的一个实体 dissenter或者是 你把它翻译成 这个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吧 of the subject being to be 它这种 它这样一个实体 它就是使得这个 它就是那个 那些被彻底的 unduously 这是什么意思 unduously 对 就是被 严重的刺穿的 被反思的 被那个 forcydon所 这个 mediated 所中介的 这个 被被这个 interpretation 被这个解释的 这个主体 就是在这种主体里面 在这个主体里面 在这样一种主体 他妈的 因为英语的语序 是反过来的 所以他就是说 传统的精神分析 它依赖于一个 在传统的 在那种 被严重的刺穿的 就被看穿的 被反思的 被中介的 被forcydon 或者被意识形态中介的 被爱语结构中介的 被解释的 可以 可以被那个 精神分析所解释的 主体那边 它有一个 substantial 它有一个实体化的 一个 没有办法 被 被 被看穿的 一个 去中心化的一个实体 也就是无意识 就是 在 精神分析 传统精神分析活动里面 这个主体 一眼可以看穿 但它 它里面有一个 无意识 那个东西是个黑暗大陆 它没有办法被看穿 传统模型 today 但是现在呢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cious of the unconscious 就是这个 无意识的形成 无意识的 它这个 formations 它的这个形式 from dreams to hysterical symptoms 从 梦境 无论是梦境 还是这个 歇斯底里的一些 征状 have definitely lost their innocence 他们已经失去了 他们的无辜 就是以前这个 unconscious里面 在传统精神分析里面 这些 它的梦境 它的那个 CSD的一些 征状 它都是 innocence 的 就是 就是某种意义 就是没被污染的 就是很好分析的 你就按照那个 按照那个模式的套路来 很好分析的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它已经 现在这些 无意识 这些东西 已经被 被主体性 给污染了 你知道吗 被主体的那种 reflexivity 主体的反思性 已经开始 渗进去 渗透进去 已经绝对的 是失去了 他们的这种 无辜性了 innocence the free associations of typical educated analycined 就是 一个 被 比如说很典型的 受过教育的 一个 一个患者 一个病人 一个被分析的 一个对象 他躺在那边 就是自由联想 那么弗洛伊德式的 就是精神分析里面 有一个就是自由联想 躺在那边 就是把它 联想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一个的 爆出 吃面条 喝可可乐 打多塔 类似的 就是这种 free associations 就是分析师问一下 你昨天做的 那个梦里面 有支铅笔 这个铅笔 让你联想到的啥 铅笔 让我联想到的火车 螃蟹 就是自由联想 让那些东西 脑子里面浮出来 但是现在这个玩意 已经不顶用了 the free 他现在就说 这种自由联想 它是 Con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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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most part of attempts to provide a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 of their disturbines 就是 他是一个 精神分析师 要解释 他们的那些 disturbines 就是他的那些精神紊乱 他就是会利用到 这个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 Consist for the most part of attempts 就是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 这个尝试 都是通过这个 free associations 自由联想来提供的 So that one is quite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we have not only 这个 Yongian Kleinian Lakonium 不 这就是 荣格 还有这个 克莱 Klein 这个 就是克莱因 他也是个分析师 我们不仅仅有 这几种 荣格式的 克莱因式的 还有这个 拉康式的这种 对于珍重的解释 我们现在 甚至有了 symptoms which are themselves Yongian Kleinian and Lakonian 你解吗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有了 荣格式的症状 克莱恩 克莱因式的症状 和拉康式的症状 拉康式的症状 本身了 that is whose reality involves implicit reference to some psychoanalytic theory 就是 就是你如果这些人 受教育这些人 本身的妈的 就就理解 龙格 就理解 克莱因 就理解 拉康 那你的 那你自由联想的 那些玩意 我靠 这些症状 本身的表达 它就已经是 具有一种隐秘的 援引了一些 精神分析的 这个理论 the unfortunate result of this global reflexivation 就比如说我去 我去被别人分析 我觉得就基本上 没有人可以分析我 你知道吗 因为 分析师在我脸上 兄弟 我们先来讨论讨论 就是分析师跟我自己 大哥 我们互相分析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已经是 过于反思了 你是吗 你没有办法 比别人分析了 你学拉康学爆炸了 然后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到底 这个结构怎么样 我们一起探讨 探讨 这个症状到底是 然后自己把它消解掉了 这种 这种 全局的这种 就对于解释本身 它就具有了反 反思性 反射性的 这种 这种 不幸的后果 everything becomes interpretation 所有东西 所有的这些症状 自己 就已经变成 某种解释了 the unconscious interprets its itself 这种无意识 开始解释 它自己的 is of course that the analyst's interpretation loses its performative symbolic efficiency 那么这个 分析师他的解释 就已经失去了 他的那种 说出来就顶用的 那种符号学的效力 performative symbolic efficiency and leaves the symptom intact in its ideotical ruison 那么就会使得 这些症状 就是没有办法被刺穿 症状没有办法 被分析师的 这个分析活动 所 所 所消解掉 那么就会使得 这种症状 就保留在一种 傻乎乎的 就是这些症状 只能傻 傻着乐的 没办法 它没有意义的 他的分析师 对你的这些解释 什么卵用没有了 这国内应该是没有 就是 拉康学多了之后 特别你 他那些 就是研讨班 你看多了之后 或者你自己 学的比较多了之后 那分析师对你 没用了呀 因为他 他没有 福报学校里的 蛇皮的呀 然后你的症状 只能就是 继续停留一种 傻瓜式的 透着乐的那种状态 in other words what happens i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is similar to the paradox already noted of a newer Nazi skin head 在这种 精神分析治疗里面的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特别像 那个 呃 他文章前面已经提过了 前面已经提过了 一个 一个悖论 就是那个 新纳粹的 那个平头哥 skin head 就是 就头 头T的平平的 就是到街上去 看到那种 肤色是其他颜色的 或者就看到 其他意义的人 就要打的那种平头哥 新纳粹平头哥 平头哥 挺搞笑的 密冠 不是平头哥是那个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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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物 那个动物就是平头哥 啊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平头哥 那这种新纳粹平头哥 就跟他 差不多的 就跟他差不多的 who when really pressed to give the reason for his violence 当这种新纳粹平头哥 当他被 真的被强迫 要去pressed 对被强迫 你一定要给我 给我说 说你到底 为什么会犯这些 暴力 会犯这些暴力 然后这些 纳粹平头哥 他就是忽然之间 开始就像个社会工作者 一样说话了 就是他刚刚 上一秒钟 还是这个 打人 见到那种什么 少数主义的人 冲上去 妈的 我就要揍你 就发现他那种 种族主义 愤怒 他忽然 如果他被警察 摁在那边 说老实交代 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忽然就开始 就是像一个社会工作者 那样说话了 就像一个社会学家 那样说话 或者像一个 社会心理学家 那样说话 他怎么说话 就coding diminished social mobility 他就会引用一些 正在 比如说 社会流动性 就是阶层跨越 阶层跨越在消失 社会流动性在消失 什么rising 这个 这个社会不安全性 在提高 然后父性权威 在瓦解 然后母性的爱 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缺少母爱 他就 这个纳粹 刚刚打人的 这个纳粹 平头哥 他妈的忽然之间 就变成一个 社会学家了 我操 然后就 给自己的这些行为 开脱 也不叫开脱 就是找理由 我这个理由 就是因为 现在没有父亲权威了 现在我的 我妈在我小时候 也不爱我 然后我就自己说 the unity of practice and its inherent reflection instigrates into law violence 这个 行为和他内在的反思 之间的这个共同体 他就会消解在那个 极致赤裸裸的暴力里面 和他的无能里面 他就是没有能力 对他进行充分的解释 就是他开始 刀逼到就是像个社会学家一样 就是尽管我知道 我所有做这些事情的 这个所有的理由 我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哎呀 我就是穷啊 哎呀 我就性压抑啊 哎呀 我是个老狗棍啊 哎呀 我是个什么 呃 我小时候没母爱啊 哎呀 我被人欺负过 童年有阴影啊 他就可以 他有这个反思性维度 他过剩了 这些 这些暴力男子 他的反思性维度 是他妈过剩的 但是他照样可以打人 他照样可以打人 就是 就是他没有办法 做到言行一致 你知道吗 他我明明知道 我自己做这些东西 是错的 是那些错误的 那些呃 不好的东西 施加在我身上的想法 但是我还是要去打人 你没有了解吗 所以就是这种行为 和内在反思的 为这种unity 它是 它是 它就瓦解掉 它就瓦解成一种 失落的暴力 roar violence 失落暴力 他就 他也不知道 其实这些 平头哥 他自己也不知道 妈的 我明明知道 我这么惨 但是我还是会去 就甚至说 他这种 roar violence 本身 他就是要想 给自己一个答案 然后变成 然后他是没有办法 impotent 无能 没有冲突的办法 去解释 自己的这些行为 this importance of interpretation 这种解释的无理性 解释的无能 is also one of the necessary of the verses of the universalized 这个reflexivity held by risk society theorists 解释的无能 甚至就是 那些风险社会的理论家 他们也会欢呼 他们也会欢呼 is also one of the of the verses 就是也 他们也是 他是这个 普遍化的 反思性的 哦 不是 是 是风险社会理论家 他所 他所欢呼的 那个普遍化的 反思性的 一个必然的 一个 一个 对立面 必然的一个 眼神面 of the verses 必然的台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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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面 必然的 一个翻转 reverse和这个aboverse 是不一样的 aboverse 它是指的 就是它的 对照面 对称面 这个对立面 不是否定关系 而是他们的互补关系 或者说 他们是结构性的 是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 有必然会有 它的对立面 有善必有恶 是这个意思 aboverse It is as if our reflexive power can flourish only in 这个词我记了半天没记得 可 flower 就是flower flourish 我们的反思性的力量 只能 only in so far as it draws its strength from and relies on some minimal reflexive 这个substantial sport which eludes its grasp 就是这种 好像我们这种反思性的力量 只有在 它和 它这个 它的 Jaws 它从某些 某种最小的 前反思的实体性的支撑 也就是平头哥打人 他打人这个活动 最后发现 它有一个最小的一个维度 你为什么最终 还能把它执行下去 就去打人家少数族意的 就是因为它有个 最小的前反思的 一个实体性的一个支撑 就是这种普遍的 这种reflexive power 普遍的universalization reflexivity 它之所以能产生 恰恰是因为 它是 它是 有那么一个东西 有那么一个东西 一直没有办法被反思 有那么一个 substantial sport 前反思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东西 一直没办法被反思 所以才会有 普遍的反思化 所以才会有这个universalized reflexivity 这个东西一直会逃出 它的把握 所以这是所谓的 解释的无能 解释的无能 所以这种普遍化 它的代价 这种反思性的 普遍化的代价 就是它永远是 没有效力的 没有充足的效力的 永远是 没办法 彻底的说清楚 彻底解释清楚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普遍的反思性的 现代社会里面 就会有一种 好像复仇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大力水手博派里面的那个反面角色叫 就是鲁莽 畜生残忍的残暴的 残暴的那种非理性的暴力的那个现实 它就会 就是你这个社会过于反思性 什么东西都可以反思性 那你最后就有一个圣语 这个圣鱼就会 像复仇一样的就回来 它就是非理性的暴力 brutal real impermeable 不可渗透 它是不可渗透的 and insensitive to reflexive interpretation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 被这个反思性的解释 所感受到的 insensitive 对它是不敏感的 and the tragedy is that faced with this deadlock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interpretative interventions 我们 面对 这个悲剧就在于 在面对这种 这种 想要解释 想要以一种 解释性的一种干涉 去干涉这些暴力 但是它总是无效的 面对这样一种 这种僵局的时候 even some psychoanalysis 甚至是一些精神分析师 who otherwise resisted the obvious false solution of abandoning the domain of psychoanalysis propor and taking refuge in biochemistry or body training attempted to take the direct way of the real 这个时候悲剧就在于 甚至是一些精神分析师 他们都开始 他们who otherwise resisted 虽然他们都那个 虽然他们尽管他们都拒绝用明显错误的方法 明显错误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abandoning the domain of analysis analyze psychoanalysis propor 就是明显的错误就是放弃精神分析的这个方式 然后去开始在什么里面寻求庇护啊 就是在 biochemistry 在生物化学生化制药和这个body training啊 就是把你关起来 body training啊 就是就是这个身体身体训练 就就是就是精神就是那些啊 规训嘛 就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去规训的 尽管这些精神分析师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绝对 就是完全放弃精神分析的维度 然后开始就是用药 用用那个物理疗法 去控制这些人 是错的 但是呢 他们还是被 attempted to take the direct way of the real 他们还是被引诱了 这些精神分析师 还是被引诱了去采取一个 啊 利用这种所谓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的 那个真实的维度的一个直接的路径 直接的路径 啊 这个就是悲剧所在啊 这就是齐特克认为他的同行 他的一些同行的悲剧所在 they emphasize that since the unconscious is already its own interpretation 他们强调 既然啊 既然这个无意识 已经是他自己的解释了 那么all the psychoanalyst can do is act 那么精神分析师所能做的 就只剩下行动了 他就像禅宗一样嘛 我们就开始不要 不要参话头了 直接用戒指打 就是禅宗那种 so instead of the patient acting 就是恰恰相反 就是之前呢 是之前是那个患者 本人有症状 acting在行动 啊 然后那个是这个分析师来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the patient's act 分析师来解释患者的行动 就是说患者行动 比如说就是producing 啊 actors 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法语 就遗漏的行为啊 一些呃 就产生一些遗漏的行为 actors 什么 man 可 是不是 类似的啊 and uh we get a patient interpreting 我们反过来 现在我们是患者在解释 而他的分析师introducing a cut into this flow of interpretation 就是有一些分析师 就开始玩这个 这个游戏 就是啊 我来表演给你看 你来解释我 就是让这个 让患者来解释他的行为 we get a patient interpreting and his analyst introducing a cut into this flow of interpretation with an actor 比如说 of closing the session 让患者不停地解释他自己的行为 然后呢 分析师来引入一个一个行动啊 引入一个一个切口来比如说打断啊 停止这个啊 结束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分析师来引入一个act的方式 来对他进行整理 so in term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我们考虑到这个法兰克福学派的话 the choice we are facing a purpose of the second modernity is a game that between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uckheimer 这个 and Habbymas 如果说考虑到这个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法兰克福学派 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堡垒啊 小阵营啊 但是里面的人呢吗 千差万别 the choice we are facing a purpose of the second modernity 我们面临这种第二种现代化 第二种现代化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 universal universalization of这个reflexivity啊 就是这种反思性的普遍化 我们面对这第二种现代性的时候 is again that between 我们的选择依然是 阿多纳霍克海默 就是左边的一种选择 和哈贝马斯右边的一种选择 哈贝马斯的关键的这个 brick就是和这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他们他们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决裂在于 就是告别他们的理论就在于 is to reject the fundamental notion of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就是拒绝他们那个基本的那个观念概念就是 启蒙运动的辩证法 哈贝马斯认为妈的 enlightenment有个毛辩证法 没有这个dialectic for哈贝马斯, phenomenon like totalitarian political regimes or the so-called alienation of modern life are ultimately generated not by the inherent dialectics of the very project of modernity and enlightenment 就对于哈贝马斯 类似于这个totalitarian political regimes 就是一种总体化的或者极权主义的一个政治 呃一个政权啊 极权主义政权这样的现象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现代生活的异化 它归根结底是并不是被啊现代性的这么个计划或者启蒙运动的这个计划的内在的辩证法所产生的 会产生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这个启蒙运动或者现代性 它它内在的具有种辩证法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 走向一种极权 走向一种什么啊现代生活的异化 哈贝马斯的妈的根本不信这个这一套鸟话 but by its non-consequent realization 并不是因为它的辩证法它内在的辩证的计则而是因为它的而是因为它自己是没有后果的啊 non-consequent realization 我们搜一下这个non-consequent 我们把它翻译成啥比较好 不重要的而是它的一些不重要的啊我知道 而是它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现实化 而是它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现实化 the bare witness to the fact that modernity remained an unfinished project 他们这些东西这些totalitarian political political regimes 或者这个alination of modern life 对于哈贝马斯在哈贝马斯眼里 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启蒙它的辩证法运动到这里 而是说妈的启蒙根本没完成 这意味着启蒙本身它还不够 不够 不是说启蒙那么走到它的那个反面去 而是说妈的我们还要继续启蒙 the bare witness to the fact that modernity remained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contrast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 这个remand faithful to the old higolian and marxist dialectical procedure of reading the troubling axis that occurs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me global project as the simptomo simptomo 是怎么念啊 point at which the truth of the entire project images 而这个阿多诺和霍凯莫尔呢 他们依然坚信那个旧式的老老式的那个黑格尔式的和马克思式的这种辩证法过程 就是把troubling让人感到痛苦的产生问题的产生麻烦的那些过剩 就是在某些 某些全局性的计划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 会惹出麻烦的这些过剩啊 把它们解读为什么 as the simptomo point 解读为一些症结点 在这些症结点上 这整个计划的这个真相就暴露出来 the only way to reach the truth of some notion of projects is to focus on where this project went on 就是对于阿多诺和霍凯莫尔来说 唯一想要去完成这个计划 想要去获得某些观念或者计划的一个真相的方式 就是要关注他出问题的地方 他出问题的出的那些症状 那些症结点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和那个哈梅马斯不一样 哈梅马斯觉得这些都小问题 这些都是中途的一些小的问题啊 偶尔的一些小问题 我们最终还是要把启蒙贯彻到底啊 把启蒙我们要维持一个欧盟那样的一个公共政策讨论空间 公共话语空间 然后我们也要寻求一种后现代式的相互承认的一种 在主体坚信的这个话语空间维度里面 我们继续进一步启蒙 然后再但是在阿多诺和霍克尔默看来 妈的你到这里来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结 就意味着你这个计划本身妈的是不行的 方案不行得重做 或者重新反思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症结性的 那么齐斯克或者是我们走应该是站在阿多诺这边的 而把这个哈梅马斯看成是个叛徒 哈梅马斯是个叛徒 是个闹叛徒 哎呀就今天就讲到这边啊 我我接下来我自己会把下面这一段给他 下面这段我自己会把它看完啊 我自己会把下面这个 今天讲到347 下面347一直到 这本书也没多少了 一直到这个 卧槽下面好多啊 一直到359啊 下面的12页我自己去看 然后我们下一次讲的话就讲这个 returns in the real returns in the real 没多少呀 这个一天看20页很快这一本书啊 这快的像 像什么式的 这一本书一两个星期就看完了 而且你不能光看一本书 光看一本书会很无聊枯燥 你可以这本书看看20页另外一本书再看看20页 然后我我强调我的学习法是这样的 我的学习法是 你看这个书的时候 你读懂的你就读下去 读不懂的你妈别管 你一准论读不懂 你妈就读不懂 就是 宿圣论 就是运动学 这是仅适用于哲学啊 仅适用于philosophy 而且 奇兹克的哲学是比较比较喜欢 就是他每一段都可以 他他这本书里面 他不是一本书 你理解吗 他是好多好多小讨论 拼到一块 然后他的那些东西 他的那些东西都是 相近的 只是相近的而已 甚至他每每一段话里面 要讲好几个道理 你反正能懂了 你的那种思维方式 辩证的思维方式 形成了之后就就行了 有人说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 这个就像练习赛跑一样 那你跑步 或者练习那个 就练习跑步一样 你跑步的时候 在哪个地方 那个磕半了一脚 难道你要故意在 跑到那个 让你磕了一脚的地方 再去磕个几十次吗 不可能的啊 你会继续往前跑 对不对 或者顶多你这个赛道 我再整个的再跑一遍 所以有的书你读不懂 你读了两三本 类似其他的书之后 你再回来再读 你就读懂了 就读懂了 而且这个语言 这我觉得阅读 本身是个语言活动 就相当于你熟练的 这种语法 这种思维模式 你后面就 就自然而然就 就能够 你都不需要去看 他在讲什么东西 你自己可以去想 就是可以想 如果我要把这个问题 解决的更好 我也要想什么聪明的办法 想什么更好的办法 然后为什么那些人是蠢的 比如说他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东西 他就一直在批判那些 那个什么 risk society的那些家伙 那些家伙是口是心非 自己也要批判后现代 其实自己就是后现代 然后他们 自己看上去 搞了一个风险社会 然后搞了一个体系在那边 实际上他们 一直在忽视的 就是那个过剩 他们自己就在忽视一种过剩 然后或者是 他们所把握的那种反思性 本身是一种虚假的反思性 这种反思性 它是reflexivity里面 是不包含最小剩余的 不是一个辩证的反思性 这种前现代的反思性 是一种或者是用 用齐斯克的话说 他们自己把握的那个subject 是一种在俄迪福斯 就是前现代的那种 可以非常自由的去reason 然后去分析 去decide 这种反思性 这种愚蠢的 这种主体性 这种反思性的架构之下 在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规言解离 这些risk theoretists 这些理论家 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 他们自己是前反思的 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立场 是没有反思性的 没有看到 说穿了这些人 就是为了掐烂钱 就是为了站住他那个位置 所以他们牺牲掉了 他们自己的反思 然后最后他还讲了一些 精神分析内部的一些困境 现在面临的困境 就是症状本身自己具有解释性 无疑是本身自己具有内在的解释性 这个话语的结构 已经渗透到里面去了 这个reflexivity 已经到了这里面去了 就是reflexivity 变成这种无条件东西 变成这种免费的无条件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就像那个纳粹拼头哥 他妈的他打人 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打人的 但是他就是止不住 他就是有那个violence那个围堵 他就是个剩余 按照这个理由去 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 你把握到这些点差不多就够了 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 这个方法就够了 它其实是个立场 其实是个立场 其实这个立场就是告诉你 理论体系 反思性的围堵 或者那个权威的公共话语的体系 它并不是整权的 总会有剩余 总会有剩余 而且总是在压抑 总是在这边 总是在牺牲 其实很重要的东西 在牺牲 然后还中间还调侃 那个lesbian 那些铁T 那些top和这个bottom之间的二人对立 这野鱼他们 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本人自己的一个恶趣味了 那么如果有在讨论这个内容的过程中 有冒犯的地方 也希望你能够见谅 但是如果就是确实他有点道理 你不妨去反思反思 那你为什么反反父权反男权 妈的你自个儿要搞一套什么铁T 就是下面的人碰都不能碰你的 下面的人只能被你被你戳 碰都不能碰他的 你知道吗 那这本身就是 你这在用其他话 就是就是一种可笑的一种 一种模仿父权之的模式 了解吗 那这里面是有就快感的 是有李比多快感的 那这种快感 你就不要说这个快感和那个 那个那个男权性上位 性下位那种top and bottom 哪个是更高级 哪个是更罪恶的 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说了吗 你铁T做的男人为什么做不得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齐泽克他破除了很多 所谓的政治正确 所谓很多的那些 肤浅的反抗的姿态 肤浅的虚伪的愚蠢的 低劣的那种 后现代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 就当时仅仅限于那些 以一种男权 额里腐斯的方式去搞女权的那些 未反思的那些 那些女权主义者 他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全都 批驳掉了 批驳掉了 所以他的文章读了很爽 因为他就是在厮杀 不停的厮杀 不停的捉 捉对厮杀 把一个蛇皮拉过来 干 自我趴下 然后再把个蛇皮拉过来 再也自我趴下 那就是 其实学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读其这个的书 就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一个锻炼 辩论的一个 一种方式 还有你脑子里 一直是留有一个圣语 留有一个这么一个圣语的维度 然后借用这个圣语 在玩 翻转整个话语符号体系的 一个辩证法 这个东西的话是 老传统了 是老传统了 老传统 这不是转进 而是扭转 他扭转回来 把你击倒的 他不是转进 不是转到另外一个位置 他是扭转回来 把你整个逻辑体系 跟你掀翻掉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归根结底 是一种立场 是一种立场 是爽文 但是这个东西 你不是去大学 大学辩论队里面 去搞这一套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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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辩论队里面刚认识的妹子就立刻就跟你分手了 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东西太创伤性的你知道吗 太太拨开那些人虚伪的面具了 这就不行 反正下一次 我们就这个讲完了 我们就要讲下面那个什么的real什么的 这个这个我自己回去看了啊 你们感兴趣了 你们回去看 反正你不看也没事的 因为他每一段都是相当于重新搞 每一段都相当于重新搞啊 每一段都相当于 每一个小节都其实可以单独拿出来砍 都挺有意思 都挺有意思 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或者是对 其实这个来说 都不存在完整的文章 因为他是很短平快的 就把他的对手击倒了 很短平快的就击倒了 然后换个对手 很短平快 击倒了 换个对手 所以这本书当时在欧洲是引起了轰动的啊 这个这个 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把当时主流的那些解读 包括左翼的一些大佬 什么巴迪欧阿甘本 什么 什么朱莉斯巴特勒 什么全干翻了 所以他当时这本书就让他出名了 你怎么 就是非常短平快 非常快速的 就是把全版全全干翻了 对 所以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OK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各位再见啊 拜拜